欢迎收看学者联盟知识频道 今天我们将一起探索这颗蓝色的星球上 一个人际罕至的地方 和这片栖息地上的奇异且危险的恐怖物种 乘坐学者联盟探险皮卡车 带领大家深入探讨这片神秘的流域 探险家们 让我们依然踏上一场充满危险与神秘的探索之旅 沉浸在亚马逊河的深处 今天 我们将深入亚马逊河的黑暗水域 揭示那些令人胆寒的生物 它们才是这片遥远之地的真正统治者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探索这些河流中最神秘 最令人惊恐的生物 来吧 我们一起来倒数这十大危险物种 十 红腹食人鱼 亚马逊河中的红腹食人鱼 又称食人昌或水浑鱼 是这片河流最具代表性的危险生物之一 它们的身长约30厘米 腹部鲜红 头骨坚硬 这种鱼的尖锐锯齿状牙齿 能轻易撕碎食物 甚至咬断人的手指 红腹食人鱼有极其敏锐的嗅觉 尤其对血腥气味敏感 只需微量血液就能激发它们的狂暴本能 一旦发动集体攻击 即便是较大的猎物 也会在几分钟内被啃食成骨架 令人畏惧的是 这种鱼曾导致一艘船只在1981年沉默 船上的三百多人无一生还 全都被鸿腹食人鱼夺取生命 九 公牛鲨 公牛鲨是一种惊人的淡水鲨鱼 它们是唯一能在淡水环境中存活的鲨鱼之一 尽管鲨鱼通常被认为是海洋生物 公牛鲨已适应了亚马逊河的淡水环境 它们通常以硬骨鱼类为食 但也会攻击污入水中的人类 根据2018年的国际鲨鱼攻击记录 公牛鲨至少对人类发动了一百多次无辜攻击 其中27次是致命的 这使得公牛鲨成为亚马逊河中最危险的鲨鱼之一 这只鲨鱼甚至是大白鲨的原型 灵感来自1916年的一起公牛鲨袭击事件 8.人齿鱼 人齿鱼又称怕苦食人鱼 因其类似人类牙齿而得名 与前面提到的红腹食人鱼一样属于直立科 这种鱼通常以水中掉落的坚果为食 但当它们碰巧遇到掉入水中的人类时 它们会改变饮食习惯 人齿鱼对女性不感兴趣 而更偏好男性的体味和汗液 表现出特别的感兴趣 这导致一些不幸的男性 在水中游泳时被这些鱼攻击而丧命 7.亚马逊森然 亚马逊河中的亚马逊森然 是世界上最大的蛇之一 体长长长超过10米 最长可达百米 这使它成为地球上最大的蛇之一 亚马逊森然潜伏在亚马逊河水域等待猎物 一旦张开巨大的嘴巴 它们几乎可以整个吞噬一个成年人 这种蛇的存在让怕蛇的人不寒而栗 6.牙迁鱼 牙迁鱼又称寄生年鱼 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脊椎动物之一 通常不超过10厘米 它们的体型先长 全身几乎透明 在水中极难被察觉 牙迁鱼的体表带有粘液 使它们能够轻易进入宿主的身体 它们对体液的味道非常敏感 一旦人类在水中游泳或排尿 它们会跟随味道找到宿主 然后进入尿道吸血或食用人体组织造成剧痛 除了手术外 几乎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摆脱它们 5.巨型狼牙鱼 巨型狼牙鱼有时被称为吸血鬼鱼 因为它们长有与吸血鬼相似的长而锋利的牙齿 最长的疗牙可达15厘米 一旦被咬伤 伤口往往会被牙齿贯穿 难以释手 它们在亚马逊河中也是非常凶猛的劣势者之一 4.电蛮 电蛮是一种淡水鱼 拥有自我控制的电击能力 是一只所有发电鱼类中电击能力最强的 电蛮可以控制电击的强度和时间 电压通常可达300至800伏 一旦被电击晕倒在亚马逊河中 不仅可能溺水还会受到其他生物的侵袭 电蛮因此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 地球上最令人恐惧的淡水动物之一 3.巨骨蛇鱼 巨骨蛇鱼是南美洲最大的淡水鱼类之一 它的体长通常可达2.5米 最重的个体可达400磅 它主要以亚马逊河中的小型鱼类为食 是食人鱼的天敌之一 巨骨蛇鱼最强大的武器是它们的尾巴 一甩之下足以击倒成年男性 而受伤者可能会骨折和内伤 2.黑凯门鳄 黑凯门鳄是凯门鳄中最大的种类 身长可达4.5米 体重可达900磅 它们是亚马逊河中的顶级劣势者 长潜伏在水中或水域边缘 只露出鼻子和眼睛 它们的黑色外皮与周围环境相融合 以撕击袭击猎物 一旦它们咬住猎物 几乎不会放松咬河 而猎物则在撕咬和滚动中 失去还击之力 最终被撕裂成碎片 一.巨型水塔 巨型水塔 又称水塔犬 是大型猎犬之一 它们的外貌略显憨泰 有点像陆地上的平头哥 但它们的性格非常凶猛 无所畏惧 甚至敢挑战亚马逊河中的霸主 黑凯门厄 巨型水塔外形虽然憨憨 但智商极高 长全体出击 使它们在当地流域内肆虐横行 看到这里 不知道你是否对亚马逊河中 那些危险的生物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继续探讨这些 令人叹为观止的神秘物种 在本期节目中 我们深入探讨了 亚马逊河中的十大危险生物 揭示了这片地区独特而危险的生态系统 亚马逊河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 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 但这里的生物也展现出了 无与伦比的适应和竞争能力 这些生物的独特性 使亚马逊河成为一个引人入胜的生态研究领域 吸引着科学家和生物学家前来探索 同时 他们也提醒着我们 在自然界中 我们需要谨慎行事 尊重并保护这些生物的栖息地 了解这些生物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性 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共存 维护生态平衡 在未来 继续研究亚马逊河中的生物 将为生物学和生态学领域提供更多宝贵的知识 也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保护这个美丽而复杂的自然环境 感谢大家收看学者联盟知识频道 我们期待在下期节目中与您再次相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